第二百九十五章,在不在,满湖剑在出水之后堆积成山,就像春神湖湖心的天母山岛屿,渐渐指向临水小谢,不知那名年轻藩王是否会有如芒在辈的感觉。 从头到尾,始终没有看他一眼的西楚女的仰着头,痴痴看着那些被他从各地借来的名剑长剑古剑新剑,正正出神。 徐凤年弯着腰,双手撑在膝盖上,低头望着那双靴子,柔声道,武当山的蔡园子,上次我去山上看过了,再不去打理就要真的荒废了,多可惜。 你在清凉山的屋子,去年除夕的时候,我也让人去贴上了一幅春帘,里边的东西都帮你留着,但我没让谁碰,一直锁着门,你想啊,这么久没有打扫清理,该有多脏啊。 我爹临终的时候,跟我说,不管怎么样,不管天下怎么乱,以后都要把你领回家,在他心目中,你将你从来是我们徐家的第一个儿媳妇。 我爹是如此,我娘就更是如此想了。 没有得到回应的徐凤年,自顾自言自语,显得很孤单。 在其间,似乎是觉得那个躺在地上的宋文凤太过碍眼,被他大袖一挥,摔出了水泻之外。 还有刚刚有几分清醒迹象的御林军副统领何太盛,眼皮子还未睁开,就又被打晕过去。 你如果觉得,在国难当头的时候,一走了之,作为西楚皇帝,无法安心,我能理解。 但是我不知道曹长青有没有跟你透敌,西楚大势将去已经不可阻挡,所以你们大楚会留下四五百位读书种子,在瓜子州战线突围而出,与我大雪龙骑军会合,然后一起返回北梁。 西楚是死了很多人,但你不要觉得所有人都是为你将死而死,并不是这样的。 西楚之所以如此兴衰急促,很大原因就是,真正的大楚已老,在曹长青复国之后,有些已经死在深山野林,有些就算没死,也并未出世为官,他们是真的心灰意冷了,所以这才有了宋家这帮跳梁小丑。 而且你放心,西楚复国本就是黎阳朝廷顺势而为,是张巨陆远本息环温这帮人布局已久,一来彻底摧毁春秋的老底子。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,要让江南道,尤其是江左世子集团,再无侥幸心理。 二来是朝廷要借机削弱各大藩王和地方武将的割据势力,朝廷对西楚百姓并不放在眼中说到底。 天下赋税扮出广陵,只要北边的大敌北莽还在,朝廷就不会对广陵道真正下死守,只会以安抚为主。 最后就是黎阳中书令齐阳龙也好,门下省桓文也罢,对广陵文人和百姓都心怀怜悯,绝不是示弱仇寇,这其中关键一点可以作证,顾目许是徐巩的领军南下,其实就是朝廷的一种示好姿态。 这就像战场上的围三放一,给了被围一方的一线生机,倒不是说朝廷有多少大度,假如全线压境,不让你们西楚文武,看到丝毫生机,一旦遇失聚焚的话,对黎阳跟北莽接下来的大决战肯定不利。 要知道西楚在去年的接连告捷,尤其是谢西锤和寇江淮的几场大胜,其实已经超出朝廷的预料。 所以西楚有没有你这个皇帝江四,已经不重要了,甚至可以说,没有了你和曹长青,广陵道战场上才可以少死人。 曹长青都放下了,没有动用顾剑堂王岁,也放弃了在北莽南朝的潜在棋子,没有让整个中原都硝烟四起,为什么你反而放不下了? 江泥突然站起身,没有穿上靴子,只穿着袜子,走到水泻台阶附近,背对那个叙叙叨叨,一点都不像当年那个世子殿下的年轻人。 冰冷语气,没有丝毫起伏,伸手指向太极殿的方向,我是大楚江市正统的最后一人,当年先帝就是死在那里,我为什么要走?凭什么要走? 换成是你,北莽大军攻破梁州边关,一路杀到清凉山,你北梁王会走。 徐凤年没有站起身,抬头看着他的背影,我不会走,但是你将你可以。 你要是不走,我就绑着你走。 江泥冷笑道,不愧是手握三十万铁骑的北梁王,不但在黎阳京城大沙四方,在大楚京城还是这般跋扈横行。 他缓缓转身,突然间愤怒道,但你徐凤年别忘了,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武的清凉山丫鬟了。 我江四是大楚皇帝,我江四还是天下常见共主。 一瞬间,万简齐发,一座精致玲珑且历史悠久的灵湖水泻就变成一堆废墟。 尘土飞扬,尘埃落定。 仅剩一小节的长椅,坐着纹丝不动的徐凤年,他脚边的他那双靴子不染仙尘。 徐凤年四周的地面上,插满了七歪八扭的柏鱼饼长剑,一道道剑气萦绕,其中气息古老如池木老人,活泼气息如豆蔻少女,雄魂气息如西北剑足,灵力气息如沙场猛将,宛鱼气息如大家闺秀,巍峨气息如山岳雄关,深沉气息如无银江海。 徐凤年轻声道,道理也讲过了,你不听。 今天要么你跟我走,要么我就留在这里,等你跟我走。 我才不管你是江寺还是江泥,才不管你是西楚的皇帝还是清凉山的小丫鬟。 徐凤年咧嘴一笑,但是不轻跳,只有欺然,反正我的不讲理,你早就习惯了,再习惯一次好了。 胭脂平四人之一的江泥,对上五平大宗师四人之一的徐凤年。 既有国仇,又有家恨的两人之间,隔着庙堂之高,隔着江湖之远。 徐凤年派了排衣衫,缓缓站起身。 满湖十万箭,顿时嗡嗡颤鸣。 江泥虽然体内契机,被宋家让人以药物禁锢,但是读书人出身的宋家三代人,根本就无法想象, 连李纯刚都轻眼相加的先天剑培江泥。 他在剑道上的一日千里,是何等未为大官,心念所起,心意所致,即是非剑与意气连媚所致。 杀气腾腾的江泥,似乎太过愤怒,身体颤抖, 那些如一座天外飞来风的十万箭山也开始剧烈摇晃。 他盯着那个年轻人,咬牙切齿道,你真的会死的。 徐凤年点头道,我知道,一剑刺死我,你念想了很多年。 江泥猛然抬起手,五柄飞剑如获得仙人斥令,瞬间脱离剑山急速掠来, 定入江泥身边两侧的地面。 站在原地的徐凤年,双肩两袖都已经被擦破。 江泥似乎油然不解恨,五指颤抖,百剑千剑开始坠山, 在他和徐凤年之间眼花缭乱地肆意非略。 他颤声道,你就这么想死在大楚京城。 对面那个混蛋竟然笑眯眯道,你猜。 好像积攒了一辈子的委屈,都在瞬间爆发。 他眼眶通红,一只手臂向侧面伸出, 握住了一柄以雷霆万钧之势浮现在他手边的飞剑。 与此同时,剑山缓缓移动,大山压顶, 最终悬停在他和他的头顶高空,遮天蔽日。 光线阴暗,他终于看不到他那张脸。 只听他怒喊道,徐凤年,你到底走不走? 他只听嗓音温暖,不走。 一座剑山,十万剑,如大雪纷纷落, 就那么壮阔凄凉地落在大地之上,落在江湖之中。 徐凤年抬头看着天空,就在他头顶几尺高处, 有一柄本该落在他头顶的长剑,却没有落下。 他自言自语,巧不可闻。 以前我总是欺负你,喜欢在三更半夜去你屋子外头装神弄鬼, 喜欢在你从水井打水的时候突然爬出来, 喜欢下雪的时候朝你丢雪球, 喜欢藏在树上等你经过的时候吓唬你, 我知道你很委屈,很生气。 但是,如果那些年我不欺负你, 你根本就不会理我了。 然后他听到一个哭泣的声音, 那一刻他闭上了眼睛,满脸痛苦。 徐凤年,这是你逼我的。 徐凤年头顶的那柄长剑化作鸡粉, 但是在他和他之间有一柄飞剑略致, 一剑刺入他胸口,飞剑不快, 可他没躲。 那些年,韩生轩要他死, 柳薅施要他死, 王仙芝要他死, 青天间仙人要他死。 无论那些对手如何不可一世, 他徐凤年从未束手待毙, 只会以昂然之姿, 战而胜之。 长剑冠凶, 这一剑, 甚至比不得其家节的剑, 比不得北莽黄青的剑, 比不得很多人的剑。 可那一剑, 半截留在身前, 半截露出身后。 此时此景, 曾经有一对男女, 也是这般欺然, 李纯刚和绿旁。 他呆滞地站在原地, 徐凤年睁开眼睛, 嘴角渗出血丝, 抬起手臂, 似乎想要伸手抓住什么, 但是最后, 只是轻轻握住那把长剑的剑柄, 深深看了他一眼。 这个风尘仆仆, 从北凉赶到广陵的年轻人, 转过身后, 缓缓拔出那柄穿胸长剑后, 随手抛在远处。 他捂住流血不止的胸口, 没有说话。 千里迢迢, 从荒凉边关, 一路来到山清水秀。 他的衣衫早已折皱, 他的靴子早已磨损。 他怀揣着千言万语, 最终不知如何说起。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, 就像棋盘上那枚过河足子的年轻人, 摘下那柄过河足, 手心在刀口上慢慢抹过, 过河足竟是饮血如人饮水, 一滴不剩, 全部渗入刀身。 他蹲下身, 把这柄过河足放在那双靴子附近, 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, 就折断这把刀, 我就远在千万里之外, 也会瞬间赶至。 他停顿了一下, 沙哑说道, 就算我那时候已经死了, 也会从阴间来到阳间, 再来看你一眼。 然后他站起身, 对天地高声一句, 敢杀江尼者, 我徐凤年必杀之。 当他说完这句话, 他抬起手臂挡住眼睛, 久久没有放下, 一步跨出, 一闪而逝, 他的手始终伸向远方, 想要抓住什么。 他突然脸色雪白, 另外一只手捂住嘴巴, 但是仍有腥红鲜血, 从五指尖渗出。 可那只想要抓住什么的手, 不愿放下。 他很想转过头, 很想那样就可以看到 一张笑眯眯的脸庞, 会有一个面无可憎很多年的家伙 在对他满脸笑。 他转过头, 他不在。 他转过头,